陰性颱風對我們臺灣有可能具體的影響 主要還是集中在周三之後的天氣 那未來的動向呢 其實走的是比較是偏屬於西北方 宋總康睿又有陰性颱風 但路徑還是很不明確 目前各國預測韓國 中國跟香港天文台 預估向西前進 穿湖旅送陶進入南海 但周三周四是關鍵 走到安心場內會滯流打轉 周五才會繼續往前 往北偏轉距離 可是已經比起之前 機率稍微的減低了 加始說呢這個颱風的位置 是比較北邊一點 比較強一點 那剛好搭配上東北季風下 又是這個時間你有抓到的話 那可能就是在我們的陰封面區域 就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日本氣象天衣則預估週三往北溪 但這時候強度將達到日本定義的強台 而11月8號 9號 星期五 星期六暴風圈 恐怕會走過南臺灣 半徑200公里都會受到影響 但臺灣天氣粉圈不這麼認為 用事實說颱風發文說 如果這暴風圈的清洗機率很低 恐怕會陷入安行場 人家但是有備無患 不論來不來 北部東北部仍有雨 遠距降雨的情況 如果走第一條路徑 那共辦效應機會就比較高 那對於北部東北部的降雨 相對是比較集中 頂多就在輕度到輕度上限這個部分 要再直接變成中度的機會 目前看起來是偏小 以目前海溫來看而不利於 銀性發展 產生的共辦也不算強 只是雙北基隆跟宜蘭得留意有大雨 而臺灣颱風論壇天氣特輯 一則點出路徑變化還是很大 但衝過頭清洗臺灣的機率不高 而同時也要小心後面 可能會有接梗颱風 11月韓劍臺會不會接連兵信臺灣 還是得要持續觀察 此次有新聞 亮南許峰與乍停 SNG小組臺北從不斷 都已經11月了 怎麼又有颱風了呢 而且會不會往臺灣 越來越靠近影響臺灣的天氣 氣象時間交給宣童 好 佳琪 我們剛剛送走了一個 10月跨11月的康瑞颱風 現在11月了 又有一個新的颱風生成 它叫做這颱風 這個颱風叫做什麼名字呢 就叫做銀杏颱風 那這銀杏颱風呢 它到底會不會靠近臺灣 我們等一下帶大家來看 但是我們要先提醒的是 7月到9月的這個過程呢 是颱風的旺季 但是不代表11月之後 不會有颱風 只是生成的個數比較少 而且這個時候來臺灣的颱風 其實呢 機率比較低 原因是因為北邊 它有北方的系統要通過 再加上旁邊的太平洋高壓 是比較弱的 所以它要嘛 就是往日本的方向走 要嘛呢 就是過這巴士海峽 接著往南海的方向去 不會直接侵襲臺灣 那我們就要來看 到底這個銀杏颱風 會不會影響臺灣的天氣 我們首先呢 先來看一下 各個國家的模式預測 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各個路線呢 它其實是有點天花亂墜的 就是過了南海之後呢 其實有的往南 但是呢 其中有一個美國海軍 它是在靠近臺灣的時候 有相對的往東北的方向來走 這是因為它認為太平洋高壓 還是有一定的主導勢力 只不過呢 其他的國家模式預測 認為機率不高 我們對大家來看 各個國家的氣象單位 他們官方是給出 什麼樣子的路徑 其實呢 都是通過了這巴士海峽 而且是比較靠近 菲律賓的巴士海峽 接著來通過 所以它直接影響 臺灣的機率 並不是特別的高 但是呢 需要注意的 就是過巴士海峽 有沒有可能會造成 東北季風 與東北季風的共伴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 臺灣的路徑潛視圖 還有日本的潛視圖 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它都是過巴士海峽 同時呢 它的強度到底強不強 以目前來說 它是一個輕度颱風等級 大概呢 近中心風速 是來到每秒23公尺 再增強 不過就是一個 中度颱風的等級 看起來要再往上 機會有點難 但是呢 在過了之後 尤其在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這時候東北季風 剛好增強 有可能會整個 東北部地區 帶來比較強的降雨 而且影響時間 也拖得比較久 目前來說 可能來到了 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它會在臺灣的東南側 這裡陷入一個安行場 走得相對比較緩慢 但是呢 目前看起來 路徑還有不確定性 在禮拜三之後 再來看 會相對比較準確 家綺 不過還要請教 宣童的是 因為今天白天溫度 好像比較回溫一點 但是北台灣 還是有一點涼意的感覺 想要問你 什麼時候還會再轉涼 大家好把衣服拿出來呢 好 確實喔 今天白天的時候 你覺得 這溫度很像 有一些回升 確實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其實東北季風是減弱的 但是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東北季風又要再度的增強 所以北台灣感受呢 在今晚會越晚越涼 甚至在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的時候 北部的低溫有機會下灘到20度左右 所以我們就要對大家來看了 這個溫度的部分呢 在今天的下午一點的溫度 在大台北地區有25 26度 但是在昨天呢 溫度呢 在早一點點的時候呢 甚至有來到27到28度 所以相比之下 今天的溫度確實比昨天 還要來得再更高 但是到了今天晚上 需要注意東北季風增強之後 白色的這一條線是北部和宜蘭地區 它溫度就會開始往下降 甚至呢 禮拜二一直到禮拜五呢 它的溫度相對都是比較低點的 甚至在北部地區的低溫 在禮拜三跨禮拜四的清晨 有機會來到20度左右 當然局部地區像是在竹苗啊 或者是桃園的近山區 有機會來到只有17 18度 台北市呢 也有機會來到19度 但是在中南部地區 中部溫度也會降 高溫大概在30度以下 但是南部地區 在未來一周都基本上高溫 還是有可能來到30 31度 主要是因為這波東北季風 還沒有到特別的強烈 但是呢 北部地區的溫度 大概會維持到什麼時候 目前看 從今天晚上 一直到禮拜五之前呢 溫度相對低點 而到了禮拜五之後 東北季風開始減弱了 這溫度就會開始回升 但是再怎麼回升 其實現在呢 都已經進入到晚秋冬天了 所以呢 這溫度回升的不會到特別多 北部地區的高溫 也不會超過30度 所以我們就要對大家來看 這東北季風 會不會影響到降雨 以目前來說 今天白天的時候 東北部地區有雨 畢竟是吟風面 但是下的雨不多 但是到了明天 需要注意的是 北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呢 降雨機率會變得比較高 目前看起來 禮拜二禮拜三是如此 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未來 有沒有可能會 與颱風產生共半 如果它與台灣產生共半的話 像是在宜蘭 以及在台北的山區 還有在基隆北海岸 不排除會有較大雨勢 甚至有可能會有 治災的風險 下期 跟康瑞颱風說白白 本週天氣換成東北季風的天氣形態 因此北東地區轉為濕涼 而下週可能還有熱帶擾動發展 不過現在時間還早 就繼續觀察 氣象專家說明 今年逐漸轉為反聲音現象 南海到菲律賓揚面溫暖 預期11到12月 可能出現熱帶擾動發展活躍 而以氣候平均值而言 11到12月西北太平洋 還有三個颱風生成 但侵臺機率為0.1% 六日兩天東北氣風增強 迎風面基隆北海岸東北部花東局部震雨 下週一起再有一波較強東北季風 一路影響到週四 迎風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區宜蘭 局部較大雨 而下週全臺降溫有感 尤其北台灣週二低溫20到21度 高溫只有23度 中南部早晚涼 日夜溫差也大 五號到七號的清晨 中南部地區的低溫情形 也會下降的滿低 秋意越來越濃 還要留意流感進入流行期 塞到一個A型流感的個案 他告訴我說他是管越隊的成員 他們說他們管越隊有10個流感的病人 醫師說明最近診所看診病人多兩到三成 甚至有管越隊診隊中標情況 要加強措施第二階段公費流感也擴大到五十到六十四歲 無慢性病成人可接種六個月以上民眾則是可以打新版新冠疫苗 如果大家都不太願意打流感 那麼今年的流感會比較嚴重 還要留意今年類比拘疫情 已經突破101例 20人死亡 創下歷史新高 颱風過後清理家園 最好戴口罩手套 避免吸入病菌成土 地別新聞長會先台報道 2024第21號颱風康瑞席台 全台都有感 登陸後短短五個小時就出海 而這路徑不算是第一次見到 但主要的是都已經10月份了 還有颱風席台確實比較少見 氣候系統真的是蠻特別的 在夏天夏季的時候 去太平洋高壓不太強 台灣地區今年很特別 不強情況一直處在什麼 從台灣東邊一直到日本南邊 菲律賓東方海面 都屬於一個大地壓帶 所以很多颱風都是從大地壓帶裡面生成 所以對台灣地區的影響的話 次數來講的話應該都比較少 而且目前來看都是比較弱的颱風 大部分的比較強颱風都跑日本這個地方 可是到了這個季節理論上 太平洋高壓應該要慢慢要減弱了 可是今年在這時候 太平洋高壓也比較偏強 正好康瑞走到台灣附近的時候 高壓減弱正好就北上影響台灣地區 尤其不少人都說康瑞的風有點嚇人 因為光聽這個聲音 這是新北市有民眾在26樓住家的風聲 甚至在10月31號越晚越狂 確實颱風中心出海後來到了台灣海峽 這時候較魚流出現 因為環流的環境風場要轉彎時會增強加速 尤其颱風經過在台灣的南北兩端最常出現 地形關係的效應加成下 不少北部人都說康瑞真的太有感了 已經好幾年沒有出現這麼強勁的風勢 果然在當天晚上7點到10點間 台北市出現最強震風來到11級 像是在2017年的天歌還有泥沙都曾出現類似強風 只是這個專有名詞通常不會特別提起 台北盆地更是在一般日常就會出現 風向對了 即使夏天台北的風很大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較魚流的發生 再加上台北象征的大樓很多 兩棟大樓間又讓風更強勁了 這一次康瑞颱風來襲 北部的觀眾特別有感覺 而且在大樓旁的路數倒的也很多 結果1號這天大部分縣市都要上班上課 路上滿目瘡疑的情況下 縣市首長又被罵爆了 秋台真的難預測 尤其上個月底的預報 差一天就來個大轉彎 27號時各國都認為會提早北轉 結果立刻翻盤 擦邊球變成直撲穿台 原來太平洋高壓比預期的還要強 沒有明顯東退 再加上北方冷空氣太弱的結果 造成這回的席台路徑 而最早就是美國模式 所預估到的大氣環境 今年的秋台真的是打破紀錄 往年大概過去200年的資料 秋天的颱風 我們算9月10月11月的颱風 加採差不多是10個左右 我們對於秋台的反應 我們也回溯到 其實氣候改變的關係 大環境改變了 會使得小區域的勞動 或者下雨 甚至於溫度都產生明顯的變化 不過也有人提到現在科技進步 什麼都可以套用AI來幫忙 颱風預測會捲嗎 會基於很多的物理模式 或者是一些物理的原理 然後去設計這個電腦模式 所以我們會知道 它的預報邏輯是怎麼來的 為什麼它會這樣子做預報 我們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它的邏輯是什麼 但是因為AI的話 它是直接拿以前預報 出來的那些結果 已經產生的歷史記錄的結果 然後就把它拿去歸納跟整理 它就從中就可以學習出 就可以做預報的這個狀況 所以它這個邏輯是什麼 老實說我們不是很清楚 以颱風的預報來講 的確是有某些案例 它會更早 就是比傳統的模式 更早抓到正確的預報的方向 但是為什麼它可以抓得到 我們不曉得 它大部分的狀況 其實跟傳統的模式一樣 它也是一路在修正 它並不是一開始 就可以抓得到正確的方向 只是有可能說 它比傳統的模式更早一點 不知道AI的邏輯是什麼 專家們也都很納悶 但大致上可以理解的是 它依舊得靠過往的數據去分析 雖然模擬速度可以加快不少 對於雨量跟風力的預測 仍然有進步空間 AI不是全能 依舊得回到當初發想的概念 它可以輔助人類 還是無法取代 TWB新聞中的容秀倫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在 Village 地步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週剛好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一起